因為收了一筆30萬遣診費 而被控烤炸勒索被關押了251天 華為前員工李鴻源無罪獲釋後 只說想冷靜一下 案件發生在三年多前 根據李鴻源透露 他當時在華為已經做了十多年 在16年底 他向公司舉報部門主管涉嫌業務造假 結果一年後 他合約期滿 公司不再跟他續約 雙方協調後 華為承諾向他支付30萬遣診費 到了18年3月 部門主管就透過秘書的私人銀行戶口 過了30萬給李鴻源 寫明是離職經濟補償金 但在同年12月 李鴻源就因涉嫌敲詐勒索罪 被深圳公安刑事拘留 而拘留過幾月後 檢察院批准公安局將他逮捕 罪名是說他以舉報作為要脅 向部門主管勒索30萬 但在今年8月底 檢察院就說 因為證據不足 事實不清 決定不起訴李鴻源 將他無罪釋放 但他由被捕到獲釋 已被無故機押251日 根據檢察院文件 當局向他賠償10萬的人身自由 和精神損害虎慧金 案件在8月底結案 但當局的不起訴書 近日才在網上曝光 引起關注後公眾的焦點之一 是華為通過員工的私人帳戶 來過訴李鴻源為何接受呢? 李鴻源說自己都不知為何公司要這樣做 但他知道有至少五個來職員工 都是用這個方法收錢 他說華為到現在都沒有跟他聯絡過 他希望要一個當面的道歉 而華為發聲明說 他們有權利亦有義務 基於事實對涉嫌違法的行為 向司法機關舉報 如果李鴻源覺得他的權益受到損害 都支持他以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 包括起訴華為 對華為的這個以後的運營能夠當運作的更健康 一些嗎?